好,我们现在来介绍的是 cos x 余旋函数,它的反函数 那首先的话呢,我们看看它的图形 它的图形的话呢,这是一个cos x 的一个波 我们的话呢,要限制它是一对一,而且硬程 所以的话呢,我们必须要给它一些限制的条件 我们来看这边目前是没有一对一 我们习惯的是说,放的一对一的话呢 左边这两片一定要只能够留一片 所以我们把左边的拿掉,右边的那部分这边也要拿掉 那我们现在的话呢,来,我们把它限制条件 杀掉,OK,杀掉了以后的话呢,这个地方的范围是什么呢 这个地方是π 这边是0,所以的话呢,我们就这么说了 我们的话呢,在0到π之间 如果我们给予一些限制的条件 那么这个cos x 的反函数 我们称为arch cos x 的话呢,就可以存在了 我们的话呢,arch cos x 的我们这个的话呢,同学的话呢 记得,我们不要念cos x 的负1 负1的话呢,这个是,它是导数,是不行的 我们要念的是,arch cos x 好,那我们的话呢,给了这样的限制条件之后 我们的话呢,这个反函数,arch cos x 就有意义了 那么我们的话呢,把一个重要的等式给各位同学看 这个的话呢,arch cos x 这个合成函数 我们要很注意的是这个 这个式子的话呢,很重要 它的话呢,可以回复到自己 什么样的情况,x 是等于 x呢 我们只要 x 是在 0 到 π 之间 我们可以直接对销 恢复原状 再过来的话呢,我们的话呢 如果说是cos 的 arch cos x 呢 我们可不可以把它直接对销呢 是可以的 那么这个地方的范围的话呢 arch cos 的话呢,这个地方的话呢 它这个的定义域是在哪里呢 它是在-1 到正 1 之间 那么我们的话呢 有了这个等式之后 我们后面的对它做微分就比较容易了 那我们的话呢,顺便做一个例题 让同学来思考一下 来,我们来看一看 arch cos 二分之一 那各位同学知道答案多少吗 我们的话呢,就来想了 cos 的话呢,是将角度对应到数字 那么arch cos 的话是数字对应到角度 那这个地方的话呢 cos 的这个是多少会是二分之一呢 我们知道它是三分之π 那么我们大概介绍了 arch cos 的定义域以及植域 ac大 tier 起碎 essent bleed 清 highlight 灯 离 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